这个if 刚刚比较长的上这个地方 比较容易出问 那就是等于 假设说判断那个 身份字号的正确性 那当然你就是打if 那刚刚有同学问到就是if 他这边后面呢也会出现什么呢 出现那个说明 而且呢他会告诉你几个参数 那怎么知道几个参数呢 其实就看逗点就知道 一个 第一个是测试 测试的意思是逻辑的意思 第二个是接续 他翻译好像有一点不太好 齿外值 接续值 所以会有三个参数 三个逗点 就一二三 那你必须要给这三个东西 那刚刚同学还蛮细心的 就马上看到这边呢 为什么是简体的呢 所以他这个地方 还有进步空间 那应该是 这个翻译其实都是对岸写的 对岸写的 所以会是 这个简体字也不难 也不意外 也不意外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说呢 后面的部分呢 他比较 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说 你要自己key上去的 变成有些东西他不像说 我们之前教的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可以慢慢放进去 那变成说你要很清楚 后面要接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判断就是LEN LEN LEN 然后这边的话 给他一个Enter 直接选他 Enter 然后后面刮糊的话就是他 如果他等于什么呢 等于10 然后豆点 这个就自己加 那这边要自己key上去 反之的话就是错误 OK错误 Enter 好这样的话 其实感觉还好啦 也没有说那么的不一样 只是说他因为在云端上面 所以有些动作你要稍微习惯一下 因为感觉还是有点 有点lag 不像说在我们这个 这个电脑上一样那么简单 好那性别的部分 你也可以试试看 类似 那最后mid 这个我想 最后再试一下这个综合练习题 好了 这一题刚才有用过 那一样的方法 是不是也可以 当然也可以啊 等于 这边的话呢 第一个等于 09 还记得 and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 这个 f4 然后and 然后 g4 再来就是g4 g4前 可以先打一个g4 然后在这边就是rept 刮糊 然后要重复的是0 所以0 然后痘点 3 -len g4 刮糊 最后再一个后刮糊 rept的刮糊 然后再痘点 and 然后再一个g4 g4点一下 这时候没办法点 自己打上去 g4 g4 ok 然后and 后面如果说你不想要重复的话呢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copy 起来 那建议你在云端上面呢 尽量不要按右键复制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复制不起来 建议是用Ctrl 加C Ctrl C 就复制嘛 Ctrl 加V 就贴上 这个快速键呢 最好是把它记下来 因为有时候你按右键复制 发现没有办法复制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云端上面 那键盘就可以 很奇怪 Enter 好 结果就出来了 那最后还再加上Dash 所以自行再加Dash就可以 点两下 全部完成 也ok啊 没有问题啊 所以你说 云端 云端版的跟那个 这个Excel版好像也其实差异不大 那只是说你要习惯 所以回家以后 你如果每天都有用Excel同学 你有很多的档案 请你丢上去 以后呢 就试着看看能不能你每天做的工作 有一天完全不要Excel 全部都云端的话 看有没有办法 如果可以你就可以摆脱那个 微软 微软的 它的这个磨爪 那以后呢 微软就慢慢的 可能慢慢的会越来越小了 把画面先换给你 试试看